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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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营改编为步兵第二团 升任第一营营长 成为陕西靖国军的骨干成员 1924年至1927年 升任陕军补充驴长的耿志愿 参与了军阀混战 十二头靠冯玉祥 十二头靠马洪奎 居无定所 也完全背离了他的人生奋斗目标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 耿志愿所幸辞职回乡 过上了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1931年 杨虎城将军击败了盘日西安的冯玉祥残部 获得了陕西的统治权 耿志愿应杨虎城邀请 出任陕军第十七师参谋长 不久后 改任邀七师五陵旅补充团团长 蒋介石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 得杨虎城不往陕南对付红四方面军 想达到一十二鸟 的目的 杨虎城和耿志愿等人 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 和红军始终保持中立 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1936年12月12日 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 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 逼其停止内战 积极抗日 耿志愿团作为杨虎城的主力部队 被部署于西安东交实力铺一带 防止中央军的武力进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杨虎城不改编为第三十八军 军长孙魏如 耿志愿认三十八军一七师四九旅少将旅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第三十八军一七师 开赴河北宝丁前线 在同年的娘子官战役中 耿志愿旅官兵以手中简陋的武器 和结合了空军和炮兵部队的日军 抗战 战斗极为惨烈 耿志愿与一七师 各将领心灵前线指挥 抗战九天九夜 雪花山五四一首 日军失衡遍野 第十七师已付出惨重代价 太元失守后 第十七师奉命编入朱德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 序列 耿旅随第十七师 开赴近西北之气口 鼠山西临县 陕尾之随德一带整训 1938年2月 又东渡黄河进入敌后 到太行山区进城一带 同八路军配合作战 在围困长治日军 解放进东南上党等十九县的战役中 耿旅其第十七师各部 与八路军并肩战斗 共同为抗击日本侵略者 建立了不朽功勋 上党战役结束后 第十七师归环建制 编入油园三十八军阔边的第三十一军团 奉命进入近南三角地带防区 不久 日军侵袭四九旅守备了封山口 全旅官兵在更的指挥下 与日军反复冲杀 受搏多次 敌尾军有重大伤亡 随后 耿旅随第十七师 参加了著名的永济战役 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接着 又解除了瑞城之围 1940年11月 耿旅其阶因功晋升第38军一七师师长 在同年的中条山战役中 虽然中国军队因为指挥师大 败于日军之手 但是一七师在耿旅的率领下 及 及与八路军配合有一段时间 一七师 坏归八路军朱德司令员节制 开战敌后游击战 击毙日军高桥连队长 收复多处失地 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第十七师 还是极少数参加了百团大战的国民党部队 在百团大战中 一七师在耿旅界的领导下 不但多次出兵配合八路军作战 还多次袭击同普路南建据点 破坏公路 铁路交通 使日军损失惨重 在进南敌后游击作战时 率部基连攻克日伪军七处据点 因而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第九十号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 升任第三十八军副军长的耿智介 在随部参加汤恩伯指挥的中原战役时 因战役失败 被蒋介石当作替队羊解除兵权 调任陕西奉兵师馆区司令 负责征兵和后勤工作 从此再没有机会上阵杀敌 也有传言说因为特务告密 耿智介与八路军来往密切 被蒋介石借故解除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 国民党就在蕴酿内 战! 耿智介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及内战政策深恶痛绝 毅然辞去施馆区司令职务 携卷到三元北城定居 操起农桑事业 誓言不再出山 结果从1946年开始 仅仅三年时间 国民党就一败涂地 失去了大陆的政权 1949年后 耿智介复出 曾担任陕西省文室研究馆管员等职 1962年 耿智介将军因运在家乡病逝 享年77岁 文章伟作者原创 请勿抄袭洗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